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你的孩子曾经有生长痛过吗 很多人不太知道生长痛是什么 但发生了以后 比如说孩子在晚上睡觉前 啊 唉 唉 叫 甚至有些会痛到哭 但隔天又是一尾活龙 跑来跑去的 带去给医生看 医生可能会跟你说 哦 这是生长痛 甚至会跟你一种概念说 这其实是跟我们长高有关系 但是其实生长痛在发生的 每个孩子身上可能有轻有重 甚至有些孩子隐藏了一些 根本不是生长痛的疾病在里面 今天我们的Amber妈妈 她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听听看她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景雯 我大女儿Amber 她有那个生长痛的问题 之前都是小小的痛 然后大概前一阵子 常常半夜会哭醒 医生那时候的判断 就是从她的 就是她痛的时间点 判断是说应该就是生长痛 成长痛这样子 那我们就亲自到Amber家 听听看她的生长痛 是怎么回事吧 嗨 Amber妈妈 嗨你好黄医师 你好 Amber是哪一位啊 Amber接手 就是你 好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姐姐 她现在几岁 她现在六岁 要快七岁了 什么时候开始让你有这种 半夜生长痛的问题 其实她大概从中班五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游 大概一两年了 对 但是那时候症状都没有很明显 就是陆陆续续偶尔会喊一下 这样子 怎么喊 她就会说妈妈我觉得我的膝盖有点痛耶 什么时候喊 什么时候喊哦 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吃饭晚餐 晚餐时间 对她会说她膝盖痛这样子 哪一只痛 一下左边 一下右边 哪边痛 你跟叔叔说哪边 两边都痛 对 所以那那个时候痛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一开始就是先帮她稍微捏一捏啊 按摩啊 然后帮她热服 就是这样解决 哇还有热服的服务呢 那她有说OK 比较不痛了吗 会 有的时候我会问她说 那你现在有觉得好一点吗 她就会说 比较没有那么痛了 对 她会这样说 好 最严重一次是什么状态 最严重的一次是 她应该已经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大概十二点的时候 她就突然 哭醒 然后我问她怎么 我以为她做噩梦 然后她跟我说 她说妈妈我的脚好痛哦 然后我说是痛到什么程度 她说我不能动 然后也不让我碰她的脚 对 那那一次你又把热服搬出来了吗 没有因为已经十二点 然后我就直接跟她说 妈妈先帮你祷告 因为她不让我碰她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就只能先帮她祷告 然后大概过十几分钟 我就再问她说 你有好一点吗 然后我就偷偷的去帮她捏一下 说你现在可以动了吗 她说有有好一点了 然后她又继续睡 OK 对 好那这几次状况 到了隔天 她还会再喊痛吗 隔天早上 不会 上学的时候都不会 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没有问她 她就不会再讲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以就隔天就 又卫生尾活龙又上学去了 对 经过这样几次之后啊 你有没有 比如说看医生啊 或者是上网查资料啊 就是对这个生长痛的担忧 你做了什么事 有 一开始是先 就是妈妈习惯嘛 一定赶快先滑手机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阵子 很多小朋友就是 都因为痛 然后发生过很严重的疾病 什么什么血癌啊 对对对对 什么骨癌 什么然后就很严重 那有一阵子很奇怪 就刚好她 生长痛那段时间 很多新闻都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心里 就很还是很担心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快就马上带她挂耳科 对 那其实医生的评估是说 就是他会问我就是像刚刚医生问我的 他什么时候发生 然后发生的频率 那医生的那时候当下的判断是说 应该是 生长痛 对 然后也是叫我观察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再有其他的症状 那可能就是朝生长痛这个方向 去解读这个他的痛的问题这样子 有说很必要的时候 其实可以吃止痛药之类的吗 他去看过两次 有一次其实医生有提到 他说如果在那个当下 他真的是痛到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的状态的时候 医生有跟我说 他说就是可以吃 就是好像退烧药 对 他说可以吃那个退烧药 在台湾很少医生这样讲 可是在国外 不用说国外 就是美国 好像很多成长痛 就自己去买那个 这个红色那个退烧药来吃 所以我就想 在台湾爸爸妈妈都还是 亲自的按摩 但是可能我在想说 医生会这样讲是因为他去看两次 那可能就是刚刚黄师有提到 当下那个状况 你不可能马上大家去挂急诊 对 对啊 所以可能他就是会跟我们家长说一些 你当下可以紧急处置的一些方法 对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医生有跟你说成长痛的原因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整间 对 实在是也太多 太多那个家长 只要带小朋友看医生 所以其实他只有跟我说就是 可能是不是他在成长过程中 就是他骨头在长 可是他的肌肉可能他没有跟上 他就在大概稍微这样子解释而已 对 但是太细节的东西就没有特别讲 但他是一个很常喊这里酸那里痛的小孩吗 没有 真的 他是很耐痛的小孩 对 所以他一喊 我很紧张 因为表示他一定真的是很痛了 他才会跟我说 对 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针对成长痛这件事情 可以来探讨的 到底什么是成长痛 虽然不会致命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对爸爸妈妈来讲 要怎么样解读跟怎么样去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爱家顾问团怎么说 到底生长痛是什么 它真的跟成长有关吗 还是它隐藏有其他的体质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位是小儿神经科黄振宪医师 另外一位心理智商是莫志廷老师 一起来聊聊生长痛的身心状态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生长痛 其实是我们门诊很常 我相信黄医师也是 就是门诊很常 妈妈会来问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说 就是生长痛 因为门诊时间不多 就是正常还好 都会有的 然后就把它赶回家 然后大家就带了一脑的疑惑 虽然知道大概也没什么事 因为网络上文章都可以知道 大概是良性 但是我们还是科普要够深入 所以到底生长痛的原因是什么 有答案吗 目前来说 其实对于生长痛的成因 其实众说分离 意思就是说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有些人会归类在 例如说他的肌肉张力 比较不够 比较软 因为在成长的过程 孩子的活动量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这个肌张力会造成 肌肉比较容易酸痛 然后你白天活动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一静下来就开始发现 那肌就是开始比较酸痛 你早上会去抱怨 对 或者是有人觉得说 跟你的一些什么内分泌有关系 或是一些电解质 但是这些其实就是 会有证据说是 有一些证据检查 会说是有相关性 但也有一些又是 报告又说是没有 所以其实总而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科学证据 去说它到底是 生长痛到底是因为缺什么造成 或者是说 是不是因为成长骨骼长得太快 肌肉跟不上或肌肉张力的问题 其实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我们通常会对于孩子 抱怨有生长痛的时候 还是要去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如果它因为这个疼痛带来就诊的话 可能还是要通盘的去考量它的状况 对 不会特别去说 那你就是缺什么缺什么这样子 对 生长痛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但是只要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如果疼痛是持续性的 第二个是如果它越来越严重的话 那就要请医师来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因为生长痛 所以每次家长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 就觉得说反正孩子在长高 那就忍耐一下吧 你在长高 我觉得其实这个安慰也蛮有用的 孩子说OK 好 那我就是正在长高 妈妈笑笑呼呼 然后就过去了 不过我们都可以知道 生长痛发生的年龄大概就在四岁左右 对 他的耗发年龄大概就是四岁到十二岁左右 就是学龄前 就幼儿园到开始要准备进入青春期之前 对 而且就发现说 有生长痛的那个时间点 他也没有长得特别快 就差不多啦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慰词 但也许跟事实有某个落差 就是好像也不见得说长特别快的人 生长痛的症状就特别严重 我从姚名的自尊也没看到这一点 长那么高 理论上应该痛到不行 所以我想还是有别的原因 刚刚讲年龄大概是四岁到十二岁之间 对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 就是我们会在临床上跟妈妈说 大概很典型的生长痛的症状 它的特色 疼痛的特色可能都是在 位置大概都是在脚 就是下肢 会在大腿 大腿的前面这样前侧 有些人会在小腿肚 有些人甚至会在膝盖后方 但是它要 比较严谨一点的定义的话 大概它应该是两只脚头 它是双侧 它比较不会单侧 双侧是同时还是轮流 可以轮流 但是一定是会两只脚 就是会有两只脚 不会只有单侧这样子 所以这也造成说 我们在临床上 问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下肢的疼痛只有某一个地方 例如说 它就只局限在某一只脚上面 而且可能局限在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肌肉上面 它是在关节处 对 那你外观关节看起来有红肿热痛的话 那可能它就不会是单纯的生长痛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那另外生长痛的特色就是 它不太会影响你白天的活动 那所有的孩子在抱怨疼痛都是在晚上 尤其是在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那有 的确是有部分人会因为疼痛而影响睡眠 而例如说半夜痛醒这样子 但基本上它只要一到白天 大家孩子就身容活乎这样 完全忘记这件事情这样 那所以如果它疼痛的时间点 也跟平常跟我们刚刚讲的不一样 是白天在痛的 你也要注意 还有就是理论上这个疼痛 生长疼痛它不会让孩子的 活动能力受限 所以如果孩子的 因为疼痛而造成它脖形 或者是它脚就是没力气 那就要注意 还有就是它就是个痛 所以不应该有其他神经学症状 例如刺 麻 无力 这些都要小心 那就不是单纯的生长痛 对 所以如果符合这些的条件 医生痛就会说 OK 你这个应该就是生长痛 所以我们也犯 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就是当孩子跟你讲说 这个疼痛感的时候 爸爸妈妈怎么样去跟孩子 去做安抚的一个表示 我觉得刚刚听到黄医师讲一个 就是说当医生听到病人说痛的时候 其实是不要去否定他的 要接受他的表述 我想父母亲好像也要这么做 对 就是如果父母亲 特别是我们做另外一种 就是现场的观察 就是说如果父母亲今天是 用一种比较怀疑 或者否定 或者是不在乎他的这种方式 反应的话说这没什么 这个痛一点点忍耐过去就好了 通常好像孩子会更哀哀叫说 就是很痛 就是那个哀叫声会更强烈一点 所以生长痛这件事情 对父母来说因为生长感觉到安慰 对孩子来说什么样的处方 刚刚提到处方不一定要吃止痛药 好像有个处方是蛮有用的 叫做 关爱的处方 包括按摩或者是热肤 其实也都是表达一种关爱的方式 但是我想可能还有几个可以提供父母亲参考的 就是说如果孩子真的是有 他的痛有伤口的话 不是刚刚讲那种看不到伤口的痛 那个伤口是有点伤口 但是那个伤口可能 很小的 对 父母来说微不足道 就是你这个人一下就好的 可能父母就是这个时候 用一个魔法的叫做 但是透气地给他贴一下 你会发现孩子这个时候就 就没事了 他就可以生龙活虎地去做他其他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种痛就很麻烦 就是你看不到伤口 你怎么看 你看不到 但是孩子可能跟你讲的就是 一片的地方很笼统 很模糊 让你又觉得是这里吗 那里吗 他又讲不清楚 这个时候贴OK棒好像 比较醒不通 要杀龙巴士 更大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是父母亲觉得 比较伤脑筋的时候 那我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叫做 父母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化身成一个 大OK棒 什么叫大OK棒 就是父母本身可以传递一个叫做 魔法能量 快乐能量的一个传输站 有点有趣 对 然后有点也是达到关心的方式 这怎么玩 比如说父母可以叫孩子伸出手 两手这样子跟他集长 现在爸爸妈妈来传输 魔法快乐能量给你 好 通常都是会这样 然后传输到了没 感受到了没 我们现在疫情来 拱手不握手 对 没错 但是跟孩子的话就直接接触了 就感受到 孩子就是 你还有发抖的那个 那种戏剧化的方式 他就会觉得很快乐 很好玩 很有趣 然后可能几秒钟之后 就停下来说 那你感觉怎么样 还需不需要 妈妈这边能量还有 还要不要 然后让孩子想一想 他如果说够了 他就生如活虎的去做他事情 但是也提醒他说 如果你不够的话 妈妈这边能量还有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因为心理也会影响生理 对 所以这种透过这种好玩有趣的 对 可能孩子感受到的是 对 快乐 那一快乐之下 疼痛的感觉 其实就 对 言小云散了 对 我想也要这个 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看到 就是两个极端 就是过犹不及 对 像刚才莫老师一开始讲的是说 这个爸爸妈妈说 这什么好痛 拜托 这么一点点 我生你的时候才痛 类似这种说话术 当然孩子被忽略这个疼痛感 他当然就会变本加厉 是 可是我也有碰过那种 就是爸妈妈超级焦虑 很焦虑的 他真的吗 他哪里 趕快带给医生看 然后就觉得那个孩子 后来也常常就是 这里痛那里痛 然后就是希望爸妈妈去秀 秀他这样子 对 所以这怎么拿捏 这个中间点 所以那个关心的出发 其实你是要带着一种 信任跟自信 而不是带着焦虑跟担心 去关心孩子的 对 这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关心的过程当中 那个魔法是带有自信的 带有自信的 也不是说 那我们一起到头 主啊 救我 对 好玩 骂有趣 轻松 所以我想我们节目也是这样 就是 让爸妈对这个疾病先认识 今天这个生长头 也不算一个疾病 让这个现象能够认识 你对他认识 你才有机会 就是有这种老神在在 这种欺凌神贤的样子 不认识就会怕 对 所以就会说 担心这个状况 是不是有漏掉什么样的 这个 不知道的疾病 所以两个NG 一个就是忽略孩子的疼痛 说根本没事 另外一个NG 就是自己慌慌张张 对 紧张焦虑 亲爱的爸爸妈妈 家里的宝贝 为什么会无病哀哀叫呢 其实我们可以多花时间 去了解他们的内心 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实呢 宝贝们可能想要告诉父母的就是 你可以多关爱我一些吗 所以 父母亲可以多想 如何去回应孩子这份需求 只要你专心的想 认真的想 专注在孩子的身上 我相信他会感受到 已经你那一份内心的关心 已经传递给他了 然后他就可以跟他的无病哀哀叫说 拜拜 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我们黄医师已经提醒了一些 不是这么典型的症状 要特别小心的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让我们提醒 就是到底这些脚痛 有可能背后有哪些隐藏的疾病 是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通常在区分 所谓的肢体疼痛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当然是看它哪边痛 所以 生长痛大概就是肌肉部分 就是肌肉痛 所以如果你是在关节疼痛 关节有红肿肋痛的话 要小心 第二个是 它有一些 刚刚说的 你的疼痛造成了你的火动度受限 白天也会痛 这要小心 接下来就是它有一些 我们叫做Systemic的Sign 就是说它会发烧的 基本上这你也要注意 对 所以大概我们就会看功能 有没有受限 然后有没有局部的 你我们身体检查 可以发现的地方有问题的 例如说关节红肿热痛 脚不会动 这要特别小心 另外其实另外一个 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这个疼痛是持续性的 从来都不会好过 因为其实生长中是好好坏坏 有时候就会消失一阵子 有时候再跑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是持续性 就是一直都很痛 一个礼拜七天 每天都很痛 还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强的 这要小心 就是Progress跟Persist 如果除了Progress跟Persist 其实大部分的疼痛 应该都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好 所以如果不放心的话 至少当天晚上先量个体温 这是我们爸妈妈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观察到隔地 你就知道是不是持续性 是不是 这个一直没有办法改善的状态 好的 我们今天生长痛 虽然有一个小毛病 但是我们也藉由 这个生长痛的现象 来学会第一个去 同理孩子的感受 第二个是去 让孩子能够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当然同时也训练爸爸妈妈 过犹不及 不要慌张焦虑 也不要冷漠地对待孩子的身体 对一些疼痛跟感觉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三个方面 都顾及到的话 相信你们的亲子关系会更好 我们今天不管生长痛会发生几次 但你们亲子关系 一定会变得更融洽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你家有0到18岁的孩子 我们爱家好生到你家家房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下次再见 拜拜 其实不只是生长痛 孩子有很多的疼痛 都不见得是身体生了病 反而是心理影响的身体 比如说有些孩子 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肚子痛 因为你常逼他吃 他压力好大 他就喊肚子痛 可是他下了餐桌之后 他又一尾活龙跑来跑去的 这时候爸爸妈妈也不要就是骂他说 你看你都骗我 你都演戏 你都不老实 事实上这些疼痛感觉是真实的 他只是放大了他的感觉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关心他真正背后心理的因素 反而比较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